早前周家洛被人拍到去童志酒吧玩 日夜他出席活动时都有解释 其实那天是和一帮人去庆祝匪子殿下 入了台庆颁奖礼十强 见到匪子殿下这么受欢迎 他说当然开心了 还透露第二季会很快开拍了 匪子殿下以后何时开机 我想应该如果顺利的话就三月中 如果有可能因为始终制作上 很多东西要兼顾 可能三月中到四月应该都会顺利 开到机 那你知不知道有什么特别的 新的角色加入 这个我暂时就这样听 监制透露了一些风声给我听 因为其实他们都还在创作着 大家都是不断在赶工 我相信就算是新年假也好 就算是现在圣诞假也好 他都是不断在创作着 但是我暂时知道的就 没有什么太多新的人物主 我们违反就是想用原班的人马 就做一个新的故事 这个以我所知 但是到底关不关上这个故事 这个又有些是可以买下关子 虽然家乐说过 圣诞照要一直看着拍剧 没得出去玩 不过他也预工作于娱乐 和剧组交换礼物 不知道他收到什么礼物呢 其实今年的圣诞礼物很特别 就是 就是由23号到28号都会在厂里一起度过 好像连我们倒数都一起度过 所以这个特别的圣诞礼物 应该会是挺难忘的 但是你说我们有玩交换礼物 我亦都收到可能有些衣服 帽子 然后又有一些美白的用品 不知道为什么 交换礼物 但是它们是secret center 所以是一个神秘的形式 大家抽奖地抽回来 所以你说特别的礼物就是 这些 物质一点的话 其次就是可以跟大家在这里 刚刚和这个冬鬼美食节的大家见面 我觉得这里挺特别的 同场出席活动的还有赵小婷 他为现场观众送上圣诞歌曲添气氛 Pamela透露 之前有和星梦二的学员 一起开了个圣诞派对 还有玩secret center准备礼物 不过之后跨年就应该会留在家 来到数那天就有一个商场活动 到时都会唱歌给大家听 至于晚上真的到数那刻 我也是留在家 因为我自己是很怕很多人的地方 还有疫情这么严重 我也是留在家 那来到下一年有什么计划 其实都很希望可以有机会 出到自己的歌 那下年其实都会有一个节目 会尝试做主持的岗位 那另一方面都当然要继续兼顾好自己的课业 因为现在year4都其实很忙 那希望可以一踢过考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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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